十八栋有这么一个顺口楼 三沟两叉三嘎喇 红薯洋溢包咕巴 要想吃顿大米饭 除非生病有娃娃 这里三多地少 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穷得连老婆都吃不上 十总书记来到十八栋的时候 我们车里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想到 很多人家没有电视 所以就不认识总书记 今天我就是来看望大家一下 我没看到你们呢 那就是见影见识开头 还像吗 压力特别大 我没掌握资金 也没有掌握项目 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怎么脱贫致富 就是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分类之道 我们现在叫做精准扶贫 什么叫做精准扶贫 什么叫做精准扶贫 左书记给我们提了十三次要求 那就是不搞特殊化 但是不能没有变化 十八栋就是不能用资金堆积起来的十八栋 如果我们都用资金来堆积了那个扶贫模式 不是和以前一样的 那还叫什么精准扶贫呢 我们要因地制宜 我们能种什么 我们能发展什么 如果我们十八栋能做到这一点 那刚好就是在给全国树立了一个典范 老板心说 龙部长 那个习近平总书记都到过我们十八栋了 看你们工作队 怎么帮我们把十八栋建设好的 来一个看子 那个看子让我就想起了 原来老板心是看我们搞战学 那就是等高尧思想很严重 哎 先来 这个要不久啊 这个一息一会 一会 二十里死了 二十里死了 龙仙男原来是又穷又老又爱喝酒 为什么这样 就是因为他没有归宿 因为家里穷 十八栋 四十岁以上的公园都有四十多个人啊 你愿意跟我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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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白天喜乐生活也国以和和 江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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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们结婚以后我感觉他什么 电话特别大 还有双进心 两个人一起做事特别幸福 开始有了奔头了 那儿 有了 江北架 江北架 我叫石茜友 原来在外面打工 四处奔波 现在我正在开一个农家楼 生意特别的好 我叫十三年 14年我们成立了苗绣合作税 我们自己也有钱 自己做的钱就觉得自己心里 很舒服很高兴的那一种 我们在道尔厢租了土地 种下了一千某的六道 去年第一次挂股分红 将来这里就是十八栋的摇前树 我们的变化 首先是我们的精神状态的变化 以前我们很穷 现在我们脱贫了 以前十八栋人在外面很自卑 现在我们很自好 过去的五年 我走访了中国的许多贫困地区 目的就是找准制贫的根源 提出管用的举措 中国脱贫攻击战 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是我们的庄严承诺 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 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让我们一起来完成 这项对中华民族 对整个人类 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有了 全是把它们快挣走 所以我们都会想保持 让我们跟着 那就是找准制贫困现在 把肯定